12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利率点阵图可能预示 2022年下半年加息两次 2023年和2024年各加息四次 每次25点 鲍威尔在2018年曾经有过一次忽然鹰派的前科 2022年可能再来一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陶关天下 我是经济通的记者杨英杰 节目嘉宾依然是瑞幸大中华区私人银行部副主席陶东博士 陶伯您好 Edward好 本周中国有很多的经济事件需要关注 比如说央行降准 比如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 还有上个月的信贷数据 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要求稳 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主题 听听陶伯怎么说 陶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上周五结束了 那会上提到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还有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那我在看过往都没有像这次那么明确的表述 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段话呢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是中国每年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会议之一 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时候如何判断形势 如何推出2022年政策受到市场的瞩目 那么这次会议提出了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应该说政府对于经济动力的判断呢 我认为是正确的 实事求是的 政策方向上面提出坚定不宜做好自己事情 我觉得也是合理恰当的 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基调就是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一个会议公告里面 稳这个字出现了24次实属罕见 那么这和12月6号政治局会议提出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说法呢 遥相呼应 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在我看来 已经从2021年的轻微收缩转向 2022年的编辑宽松 同时维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依然不寻求负债式的 这个叫做繁荣 那您认为这次会议公告里最重要的表述是哪一句呢 我认为这次会议公告中间最重要的提法是 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这里面有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意思 跨周期意味着着眼长远发展 不为GDP而制造GDP 逆周期的提法消失了一段时间了 重出江湖意味着2021年偏景的宏观政策告一段落 政策会变得更积极 那么财政政策的关键词在精准和可持续性 公共开支精准的投向基础建设 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型产业 可持续性指的是财政投入要量力而为 不为短期效果而牺牲经济的长远稳定性 可持续性 那么随着地方专项债的顺利发行 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资计措施 已经逐步展开了 那么适度超前的推进预算中的项目 但是这不是2009年的4万亿资计方案 相对温和资金投向上面的讲究精准和效率 那么如果我们看货币政策的话 关键词是灵活适度和合理充裕 灵活性指的是政策立场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时候 海内外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货币政策要有弹性 随机应变 但是不过度刺激 合理充裕指的是流动性 今年货币环境不是太紧 但是信用环境有较大的收缩 那么银行长期贷款不畅 信托P2P等影子银行更大幅的收缩 那么这个触发了部分地产商和中小企业的流动性紧缺 违约增多 那么我相信2022年的信用环境有边际宽松 重点在引导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 但是最缺钱的地产商和中小企业到底能够收费多少呢 时间会给出我们答案的 那我们说到了房地产了 那我记得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支持商品房市场 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但是我看经济工作会议上好像没有类似的表述 那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一次会议对于房地产的论述呢 比起上一次来讲是比较多的 应该是针对近期房地产不景气 部分地产商出现流动性困境 市场曾经期望针对房地产的流动性政策性放水 但是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政府把重点放在如何调节市场的供应结构上 坚持了房租不炒这个大原则 相信只会为防范系统性风险而做出技术性的流动性调整 政策的大框架我认为不变 刚才陶伯您说了资金头像讲究要精准了 可是人民银行上周一宣布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了1.2万亿元的长期资金 这和之前央行说的不搞大水漫灌会有矛盾吗 我个人觉得全面降准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意义 这次降准来的多少有点突然 表现出政府稳定经济的决心 不过中国经济其实不缺钱 银行体系也不缺钱 缺钱的是个别行业和企业 怎么将系统里的钱推送到有需要的实体经济部门中 是需要功夫的 还需要渠道配合 更需要政治意愿 这个读点就是在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 只有银行愿意把多出来的流动性借出去 降准才能帮到实体经济 我觉得央行明年的操作 仍然依靠流动性的结构性管理为主 那么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降准也不会太多 那么最近央行呢 在调低人民币准备金率的同时 调高了外汇准备金率 我想中国人民银行的意图在于控制人民币升值空间 美元呢 汇率近月急升 人民币对美元呢 也在升 那么调高外币准备金率呢 是要在美元升值的时候 引导人民币汇率适当回调 毕竟中国的增长周期 货币政策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呢 和美国都不相同 那另外呢 要注意到中国11月CPI涨涨了2.3% 涨幅快速扩大 PPI同比涨幅也录得了双位数的增长 那精准放水呵护经济的同时 还要顾及到通胀的问题呢 是中国经济未来要面临的考验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周 还有哪些其他的重点新闻 中国海关公布 以美元计 今年11月出口 同比增长22% 增速较上月回落5.1个百分点 高于市场预期 但仍然是4个月以来的新低 11月中国CPI同比上涨2.3% 涨幅较10月扩大0.8个百分点 创15个月最高 当月PPI同比上涨12.9% 涨幅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高于市场预期 人民银行公布 今年11月 人民币贷款增加1.27万亿元 少于市场预期 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61万亿元 同样略低于市场预期 但同比增速至低点略为回升 人民币汇率曾创下超过13年半的新高 人行训计宣布周三起上调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到9% 人民币汇率起后快速下跌 中国恒大未能在宽限期结束前 支付两支美元债券的利息 汇率将恒大评级下调至有限违约 是恒大首次被正式贴上违约标签 事件可能引发集团其他美元债的交叉违约 恒大主席曲家印上周遭强制转让股份 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 美国11月CPI按年增长6.8% 略高于市场预期 并刷新了近40年来的新记录 德国社民党、自民党及绿党 正式签署诸葛协议 社民党代表索尔茨就职总理 默克尔时代结束 其所属的金民门成为在野党 加拿大央行保持利率不变 维持最早明年4月加息的预期 澳大利亚央行同样不加息 并维持现有的买债计划 人民银行突如其来降准 而大洋彼岸的美联储 却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了 那毕竟美国的通胀数据 已经去到了40年来的新高 本周举行的美联储例会 定必要有所表示 是啊 这个2022年的全球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周期性差异 新冠疫情期间各国一起跌入疫情衰退 经济周期政策周期都是同步的 之后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疫情困境 接下来政策退出疫情应对状态 增长在2021年先强后回落 而美国经济接着复苏 到了今年第四季度 货币政策也开始做出调整 加息可能进入市线 欧洲和日本受到疫情的反复冲击 经济有复苏 但是力度疲软 刺激措施预计在2022年会继续 那么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就是美国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12月会议 这两个会议的政策方向正好相反 对于明年全球复苏和资金流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储放弃通胀是暂时性的一说之后 市场普遍认为鲍威尔会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 根据金融时报的最新调查 47%的经济学家认为 联储比较可能在明年三月前结束买债计划 9%的经济学家认为非常可能 不可能或者比较不可能加起来占21% 那么三月前结束意味着联储削减购债额度 在未来几个月要起码达到300到350亿美元 那么这个比11月份宣布的150亿美元最少翻一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说过会讨论提高减码的额度 那大家更关注会后声明对于加息的提法 联储提高减码额度对市场情绪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未必很大 减少新购入资产数量 意味着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慢了 印钱速度慢了 但是还在印 加息和收缩资产负债表 那就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会更大 即将到来的12月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呢 很重要 看点在于联储如何修改通胀预期 如何引导市场的加息预期 而不是买债减码多少 11月美国CPI同比上涨6.8% 这个数字很夸张 那未来呢 要回到2%的政策目标水平 FOMC应该如何去部署呢 美国的通胀已经到了40年新高 核心通胀也是30年新高了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见到过的 在汽油食品租金三重加工的情况下 在工资不断上涨推高服务业价格的情况下 通胀其实是一升难降 在可预见的未来呢 回到2.2%到3%的这个通胀水平 我觉得难度很大 我相信鲍威尔的联储会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而明年的FOMC的成员中间的鹰派人物呢 也会更多 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利率点证图 我觉得可能预示 2022年下半年加息两次 2023年和2024年 各加息四次 每次25点 鲍威尔在2018年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忽然鹰派的前客 2022年可能再来一次 如果真的像您说的这么激进的加息的策略 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不容小覷 联储最后愿不愿意能不能加息那么多 现在还是未知数 但是在加息上真的做出这么大的摆动呢 我想市场情绪还是可能受到冲击的 明年几个大的经济体中估计只有美国 可能还有英国加息 那么预计美元汇率进一步升值 资金继续流入美元区 那么通胀前景和美元汇率在明年初的这个资金全球 重新配置中间 必须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 风险 政策风险也是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美元指数还得继续涨 但美股就比较危险了 下一个主题呢 我们会来谈谈美股市场的大长流 但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市场焦点 本周又到了央行超级州 焦点事件为美联储周四议息 是主席鲍威尔发表鹰派言论后举行的首个例会 会后声明内容备受关注 英伦银行 欧央行 以及日本央行 也将在本周召开例会 另外 中国将公布截至11月的工业 消费及固定投资数据 本周有三个重点 联储 联储 还是联储 预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明显转印 将结束资产购买计划的时间从明年中提前到明年三月 利率点阵图甚至可能预测到2024年底 联储利率合计上调十次 总共250点 那么英格兰银行开会呢 我觉得不会改变利率 欧洲央行就可能宣布明年三月停止疫情购债计划 但是维持常规购债计划 另外中国的月度经济数据和欧洲的PMI数字呢 也需要留意 2008年11月 美联储宣布首轮的QE 至今已经13年了 但是呢 美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走出来 在这一代的年轻人眼中 存钱等于亏钱 只有炒股炒币才能发家致富 美股是联储13年兼两轮QE中 最大受贿的大类资产种类之一 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 在2008年初的时候是3.5% 当时还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标的 那么下降到今天的1.6% 国债市场的回报率 对于正常投资者来讲太低了 大量债市资金流出 退休年金 401K的资产分配呢 也纷纷降低债券配置比率 调高 股票权重 老百姓在银行储蓄里面的利息 几乎为零 那么都涌向股市 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美国牛市的 一个最大的支持 另外美国年轻一代 没有老一代的思维框架 不觉得股市风险大过债市 他们玩股票玩小股 甚至直接买期权 疫情中爆发出来的 Game Stock的事件 就是很好的例子 散户拧成一股神 是一股挺大的势力 连机构也要让三分 在最近十年里 美股屡创新高 除了疫情爆发的时候 崩盘了几千以外 几乎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那我们老A的股民就很生气 为什么隔壁家的股票 就一直在赚钱呢 你要是认为美股全部在升就错了 我们看看这张图 其实今年以来 美股牛市主要是靠 最大市值的五只股票拉动的 如果扣除那五只股票 美股是跌的 尽管美国的疫情有明显改善 尽管经济周期开始向上 尽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都是极度宽松的 美股的上涨呢 也是聚焦在几家头部企业 股指权重走得如此精彩 和ETF的巨大影响力有关 十年前没有多少人 那么相信ETF 觉得好的基金经理 能够提高投资回报 这几年大家发现 ETF表现不比多数 主动管理型基金差 管理费却便宜很多 那么资金就大量的流入到ETF ETF只投资于指数股 尤其是市值最大的那几家 那么这就带起了 头部大公司的股价 令ETF呢 反过来又跑赢大势 那么这样ETF 又吸引到了更多的资金 ETF和大市值基金之间呢 形成了一个资金的闭环 相互支持 那也得这些科技巨头们 有本事才行啊 我们看到纳指最大的几只股票 苹果 亚马逊 Google 都已经建设好了 高磊深沟的护城墙 他们的经济地位 几乎不可撼动 是啊 光把美国顶级上市公司的成功 归为ETF呢 肯定是不准确的 不少人把今天的美股 和2020年时候的DOTCOM 泡沫相比较 今天这些巨头公司有盈利 还有很强的盈利增长 这和当年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如果你要是从 这个2000年开始看纳斯达克 乃至整个美股 美股有上升 但是除掉了Fund 那就是Facebook Amazon Apple Netflix和Google 除掉这些之后呢 美股的升幅看上去就很不相同了 Fund的背后其实是产业轮转 是平台经济的崛起 那么未来我们十年的科技轮换的主角 是不是还是平台经济呢 Fund中间的Netflix 已经退出了第一梯队 特斯拉和微软加入 特斯拉做的是新能源车 是数据平台的 那么微软是做云计算的 Facebook干脆连名字都改成 Metaverse 元宇宙 剩下的亚马逊 苹果 谷歌 也在转型 我觉得今年新形成的美股 头部企业在股价上的成功 实际上在预示着 IT行业新一轮的轮转 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好的 感谢陶博 本期的陶官天下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